哈喽,我是你们在的摄影博主季老师 夏天出去拍照,除了汗,妆容很容易垮 哪怕散粉和稀油纸一起上都没有用 在这里季老师就简单地从摄影师的角度 将你们一个出汗出油,连也保持立体的小妆容 夏日季老师的底妆用的是特别轻薄的粉底液 用粘式的海绵块,把底妆铺开 这样会比较服贴和持久 用粉饼再按一层 让妆容呈现哑光的质感 然后眉毛用眉粉轻轻地沿着原有的轮廓加深 就是用填充的手法画眉毛 眼影用的是杏色打底 褐色加深眼尾 这样的眼妆看着干净利落 然后刷个睫毛就完事了 你们不许截我表情包啊 女生化妆的时候表情都很丑的 哇,差点忘记最重要的部分了 鼻梁和苹果肌还有下巴刷几下 立刻就有光泽了 真的是哪怕眼妆化成屎 高光也能把妆容救回来 自拍呢,我就推荐Face U的这个白茶滤镜 它有一点点的胶片的感觉 拍出来的肤色就会白得很自然 而且有一点小清新的感觉 如果你们想要肤色看上去白得更自然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用Visco把照片再优化一下 加一点曝光 让整体看上去更亮一点 但是加了曝光之后呢 像头发眼睛这些黑色的部分 就会显得有点发灰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对比度 最后再减一点色温 这样让照片冷下来 看上去皮肤就更通透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前后对比 好啦,这期就到这啦 想把照片拍更棒 继续关注我哦 下期见,拜拜